第五十九集 直到之中遇到了不少肖太界的修士 杀人抢东西 还发了点小财 这不 刚过了个转角 前方又出现四名手拿破镜珠的肖太界的修士 见到这边突然出现八名南山界的修士 还愣了一下神 一路上都是他们一伙的去杀单个的 现在对方竟然聚集的人比他们还要多 让他们感到很意外 而南山界的这边已经熟能生巧 才打了个照面 手中的法术就出其不意地打了过去 走在最前面的金飞瑶发现 人多也不是件好事 宅小的石道内十几人混站在一起 连个躲闪的地方都没有 而且自己就站在最前面 攻击打过来最先打的就是他 就在这时 他觉得屁股上重重地挨了一下 金飞瑶回头一瞧 就见那个一直喋喋不休的河道友 手拿着一把蝴蝶刀吃惊地看着他 我不是故意的 是因为你站得太近 不小心扎到了 不过你屁股上竟然有护甲 看他的样子似乎是 无意中捅了金飞瑶一下 却没有扎进肉中 对有人连屁股上都穿了护甲 河道友感到非常的吃惊 金飞瑶捏紧拳头 很想给他脸上几拳 要不是此时啊 有其他人在 又要对付萧太极的修士 他早就揍上去了 他把身子测开 伸手猛地一拉 把河道友给推到了前面 那我让开一点 这样你就宽敞一些 好施展身法和法术 你在干什么 他一声惊叫 就想挤回后面 但是金飞瑶抬起手肘 狠狠地在他肋骨上就是一击 使他的身形停顿了一下 就在这时 萧太极的修士的攻击啊 已经过来 河道友的灵光照被打破 一只手臂 当场就给砍了下来 金飞瑶瞧了眼 掉在地上的手臂 赶忙双手一合 万分抱歉地说道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手肘撞到你 不是故意的 你 河道友 浮在断肢伤口上 痛得 脸色惨白 满头冷汗 说不出话来 什么时候了 还在吵闹 赶快后退 身后有名修士 挤上前来 身前一只宝塔法宝 清悬塔身 温润的亮光照着石道之内 塔身之上的小铃 不断地传来悦耳的声音 听了他的话 金飞瑶趁机退到了后面 把战场让给了他们 这名赤宝塔的修士 叫钱叔 到底是南山界什么门派的人 当时啊 有说过 但是金飞瑶早忘了 从见到他们后 钱叔就一直指手画脚的 想显示自己的领导才能 金飞瑶之前纯粹 是想多杀几个萧太阶的修士 多捡几个除物袋 所以一直没把领头的位置 让出来 现在感觉啊 站在前面 好像占不到什么便宜 他正好借机 退到了后面 反正有人比他更喜欢 站在前面 对方才有四人 这边却有八人 就算是石道中再窄小 也足够大家 把公鸡扔过去 反正双方都没有场地 使出全身解数 自然是人数多的 要占便宜 不然萧太阶的人 也不会合伙而行了 那宝塔在前面 又是迷神 又是杂人的 到底是有几分厉害 那四名萧太阶的修士 逃了一人 其他的 全被这宝塔弄死了 然后就见前叔 很不客气地走上前 手法熟练地 往他们身上摸着 看起来 比金飞瑶 还要更熟练几分 看到他把摸到的东西 全收起来 连点渣都没分给其他人 金飞瑶不由地感叹 比我还黑 真是处处有能人啊 前几场的战斗 虽然也是自己 在前面开路 最少还会扔一两个 没什么好东西的 厨袋给大家分 这家伙倒好 连点渣都不给 你给我记着 出去以后 我一定要向全仙门 讨个公道 而这边 何化老已经指出 伤口的出血 把地上的断枝收起来 准备带出去啊 找医师接起来 他看着若无其事的金飞瑶 怨恨无比地说道 金飞瑶抓着脸 不去看他 太优质了 还想去讨公道 这生死犹命的 关我什么事 你老了的 除了话多 还用法器捅我 要不是我身强体壮 肯定就要在 关键位置上受伤了 一个女孩子伤到屁股上 连包扎都不方便 如此恶毒的人 还有脸提公道 大家小心点 前面可能还会有 萧太姐的修饰 感觉遇到他们的次数变多了 可能容天使的传送阵 就在前方吧 前叔把战利品权收走 然后就一幅热心肠队长样子 厚颜无耻地招呼着大家 其他的修士心中虽然有不满 但是也想前面肯定要危险得多 也就忍气吞声 让这个耗财之人 走前方开道好了 灵时再多 也得有命去花呀 不必抢这点东西 下面的路却超乎大家的意料 一路上再也没遇到 萧太姐的修饰 不由的让人怀疑 这前叔是不是没有财运 金飞瑶走在前面时 几个时辰就要遇到 一伙修饰 现在换成前叔领头 就半个人影也没有了 把想大转一笔的前叔气得不轻 总用眼角瞅向金飞瑶 似乎想让他上来带路 好招几个修士出来抢抢 金飞瑶才不理他 自己又不是招财寿 扔前面就能招来财 自己还用得着出门抢除袋吗 走着走着 一行人突然听到了前面 有轰隆之声 声音不断 走近些又感觉啊 像是前方有个巨大的瀑布 声音太过奇怪了 加上本身也就只有一条路 大家赶快提快步伐 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急醒而去 这片轰隆声越来越响 而且前方的石道之中 还出现了自然光 可以肯定前方一定 有通往外面的出口 再往前跑 果然看到了一个亮堂堂的出口 八人冲到了出口处 全都愣住了 出口外面 只有一块三丈大小的平台 而平台外面 是一个巨大 看不见底的深坑 四周的岩壁上 可以看到几十个平台 平台后面 都有一个漆黑的石道 而那条轰隆不断的瀑布 就在平台的下方 而且是沿着整个岩壁一圈 全是凶猛向下奔涌的水流 只能看到瀑布 是突然从岩壁中出现的 却看不到岩壁有断层 或是缺口 坑中水汽弥漫 根本看不见底 而深坑的正中间 漂浮着一块巨大的岩石 岩石上面 有一个巨大的传送阵 是样古怪 年代应该已经很久远了 而这传送阵 早已经是星光大败 光芒冲天 显然就一直处在开启之中 在传送阵的周围 有六个小的法阵 每个法阵都镶嵌了一块 昂贵的上品灵石 整个法阵散发着浓烈的灵气 全部飘向正中的 那个传送阵 而浮石上方的空地处 已经有不少的修士 全部打在了一起 乱麻麻的一片 而那些小平台上 也有修士在进行着打斗 像他们这种和平 没事干的还真不多 是师兄 那不是我师弟吗 他们也到了这里了 我们赶快过去帮忙吧 对 抢下那个传送阵 出去的人越多 南山界就更容易赢 除了金飞瑶和钱叔 剩下的人都是热血沸腾 上赶着要去帮助自己的同门 大家都是萍水相逢 也不用和谁交代 他们各自拿出法宝 遇上法宝 就叫喊着 向激战中的同门飞去 大家支持住 我来支援了 是师兄 太好了 师妹 你小心 这些人有不少卑鄙的手段 冷眼看着他们这些同门 互敬互爱 一片弟子情深 令人感动 金飞瑶转头不解地 问向身边同样冷眼相看的钱叔 我说钱道友 刚才似乎有人往你这里招了一下手 应该是你的同门吧 你难道不应该上前去帮忙 舍身相救吗 钱叔斜着眼瞅着金飞瑶 也同样问道 金道友不是全县门的人吗 那个刚刚被砍中 翻下瀑布的应该是全县门的人 你为何也不出手相救啊 金飞瑶眯着眼 往人群里面寻了寻 无奈地说道 钱道友 我在全县门中只是闭关 连大门都很少处 根本不认识谁是谁 大家衣服穿得杂 谁会给你们站在原地 相互礼貌问好后 交换来历的机会 我要是贸然上前 要是帮错了人 这叛徒之罪 我可担不去 那钱道友呢 你又是为何不肯上前去相助 也太没人性了吧 金飞瑶斜着眼瞅着他 口气怪怪地问道 钱叔大意凛然地说道 打成这样 杀了萧太阶的人 也没机会去搜厨袋 去了也没零食可赚 原来是这样 钱道友竟然是这种小人 这里太过混乱 我重新回到石道中 去寻落丹的修士 也为南山界做一点贡献 金飞瑶似乎想到了什么 诡异地笑了笑 拎着胖子就往石道中走去 金道友 等等我 我同你一起去 似乎在石道中堵人 要更好些 这杏金的还真够机灵 钱叔恍然大悟 赶快去追刚刚跨入石道的金飞瑶 谁知啊 他跨进石道后 却发现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难道不想和我一起 所以用顿法跑远呢 钱叔很疑惑 这跑得太快了吧 犹豫了一下 他还是跑了上去 想追上金飞瑶 等钱叔跑得没影呢 石道口传来金飞瑶的声音 那傻瓜 传送阵就到那儿 谁会往回跑啊 胖子 记住我的话 只抢东西不打斗 同样使用了隐身符的胖子 应了一声 走吧 平台去网 浮石传送阵之间的空隙有些大 有时候把飞坛拿出来 肯定会引人注目 金飞瑶就扛着胖子 使用浮空术加踏空之形 跃到了浮石之上 找了个没人打斗的地方 他把胖子放了下来 用传音嘱咐了几句 就让他自己去找好东西 而他自己悄悄地摸到了 传送阵边上看了看 他可不敢轻易跑进去 浮石上这么多修士 也没见有人逃到传送阵中 肯定是有古怪 而那几个小的法阵 也没有人在看守 一道道一光 一直往传送阵中飘去 不知道在弄什么东西 这是好评法呀 金飞瑶瞧着这些法阵 只觉得满头的雾水 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反正看不懂 他干脆不再理会传送阵 只要这些人打完了 肯定有人会去试传送阵的 在他正准备离开时 就看到 断了一只臂的河道友 被萧太阶的修士打中 飞出平台后 正往瀑布下面掉 只见河道友奋力地 再往空中一寒 他被打飞的本命法宝 一条纯彩螺绢 飞了过来 想要接住他 也不知是不是灵力失控 还是神石受损 那条纯彩螺绢 竟然没有接住河道友 而是重重的 对他就是一击 河道友大叫着 就飞了出去 还好方向是浮石这边 金飞瑶抬起头 瞧着从头上飞过的河道友 就见他一头扎进了 传送阵的光幕之中 不好 金飞瑶脸色一变 小花伞飞快地祭出 猛的一下就打开挡在身前 哗的一声 小花伞上瞬间就撒上了一片血迹 还有类似肉渣碎骨的东西掉落下来 还好金飞瑶的动作有够快 不然就得被河道友的血溅个满脸 把小花伞移开 金飞瑶歪着头 看向了传送阵的光幕 心中一阵后怕 还好自己没有轻易地走进去 这不是传送阵 是碎肉阵呢 那河道友飞入到光幕之中 瞬间就被撕扯成了碎块 每一块残体 都不比指甲盖大多少 真是有够犀利的 抖落小花伞上的碎渣 他往花伞中一注入灵力 上面污秽的血迹就被清理干净 花伞又恢复了原有的样子 收起花伞 金飞瑶找了一块人不多的平台 准备开工了 那块平台上已经打得快收尾了 地上躺了三具尸体 还有两人正在打得火热 金飞瑶悄悄地飞了过去 轻轻地落在了平台上 低头弯腰的就摸到了尸体边 飞快地把储物袋 和地上掉落的法器法宝全部搜走 然后他又飞到另一处 去搜其他的东西 他小心翼翼动作轻柔地翻着 一直没有被人发现 胖子 你干得怎么样了 有找到多少东西 对了 我忘了你不能传音 反正你自己小心点 不要被误伤了 我现在就在平台之上 服饰上的就全交给你了 金飞瑶躲在了一个角落里 悄悄地传音给胖子 用了隐身符 他自己也不知道胖子在什么地方 只能知道活没活着 就在离他不远处 一声喊叫之后 二人围攻一人的战斗结束了 这两名南山界的修士 常哭一声 赶快收拾起战利品 肖太阶的人还很多 收好东西还要接着战斗呢 两人把献杀之人的东西 胡乱地分掉 就往之前干掉的那人走来 而金飞瑶正好还蹲在这 见两人走过来 他赶快起身 悄悄地走远 这人身上没有橱带 刚才掉落的法器也不见了 怎么可能 我俩没见过人上来 不要看我 我一直和你在一起 忙都忙不过来 不可能是我拿走的 你刚才 可是有几次借机 跑过来这边的 有一次还扑在上面 你眼瞎了呀 我那是扑吗 我是被提的 滚过来的 反正我没拿 你爱猜是你的事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我还白白地帮你挡了一击 怎么了 要不要我陪你啊 说呀 这一击要多少零食 我给你还不行啊 有零食了不起啊 瞧你那样 你的零食 都是这样阴来的吧 你找死啊 我就是找死 怎么了 有种 你学萧太家的人一样啊 来看我呀 你别以为我不敢 听着两人的争吵 金飞瑶吐吐舌头 赶快溜了 他又瞧准了一个 没去过的平台 刚刚飞过去站门 就听到浮石上 传来了胖子的大叫声 还有修士的怒吼声 怎么回事 金飞瑶往浮石上一看 胖子的隐身符 竟然失效了 他正被两名愤怒的 助击修士追着 抱头四处乱窜 金飞瑶想不明白 隐身符怎么会失效 但是胖子正在危机之中 他来不及多想 赶快向他飞过去 胖子才二阶 虽然要比很多 同家的灵兽强得多 可要是应付 助击的修士 而且还是两个 可没这么容易 好在他老脸厚皮 那身皮肉 不比金飞瑶差多少 那些刀啊 剑啊扎在他的身上 也是噼里啪啦的 弹了出去 连挂在腰上的防御法宝 都用不着 兔子还有三分脾气 本来就一直 心高气傲的胖子怒了 不就是拿几个 地上的锄带 我又没抢你们腰上的 有必要凶神恶煞的 追过来 不砍死不罢休吗 他突然停下来 转过身 看向了这两名修士 然后一用腰力 胖子光滑的皮肤上 开始渗透乳白色的液体 一股甜美的香味 也飘散开来 这家伙竟然还有毒液 连我都不知道呢 刚刚跃到扶石上的金飞瑶 小小的吃了一惊 那两名修士 也停住追赶 有香甜味的毒液 毒性都非常的厉害 但是助击修士 可不会因为小小的毒液 就脆缩了 更不要提这家伙 还是 只是二届灵兽 说出去 那不得丢死人呢 最主要的是 这只灵兽身上挂着五块防御法宝 不取走就浪费了 胖子弄出来的白东西 流到了地上 开始冒出白烟 还发出丝丝的声音 腐蚀性 非常强 本想扔出法宝 打胖子的修士 犹豫了 这要是沾上了毒 又得放在神石中 瘟养好久呢